师姨 你是聪明人 要怎么做肯定不用我教 我是爱你的 一点都不想换正非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和你一起共白手 共享无上荣光 偶尔低头 有时候并不是坏事 只要最终的目的 是不要好的就行 我听王爷的 只是我还是有些不甘心 我想再找几个 医术好的正古大夫问问 好 都听你的 就算宁妙威 治好了长公主 在于师姨的心里面 宁妙威就还是个废物 对于院政的建议 她是发自内心的抵触 她一回到王府 立即就命人 找来了最好的正古大夫 那些正古大夫 一看到她手上的伤 都是纷纷表示 他们都能帮她正古 但是却不能保证 让她的手能恢复如初 其中一位大夫道 陈王妃正古的手法极为高明 我有幸见过她自己 为自己正古 堪称一绝 于是一听到这话 气得不轻 难道她真的要去 求宁妙威吗 她不甘心 只是她也知道 正古这件事情不能拖 拖得越久 对她病情越不利 她权衡再三 终于还是决定去找宁妙威 两人到城王府时 玉锦绣还没有回来 宁妙威听说 他们两个人过来 立即就知道是为什么而来 宁妙威深深地觉得 这个时候不摆谱 更待何时 于是她直接让门房 将他们夫妻二人 请到了畅议阁 于是一看到宁妙威的时候 表情有些难看 她自认为 会比宁妙威聪明能干得多 这样来求宁妙威 实在是奇耻大辱 可是没料到 宁妙威一看到她便道 哎呀 四弟妹一定是听说我病了 所以就来看我的 我真的是好感动 于是一见宁妙威面色苍白 一双眼睛却是咕噜噜直转 精神的简直不能再精神 于是一咬了咬牙 心里反倒放松了下来 我听说三嫂在医术上造诣颇神 非常擅长接骨 所以今天想让三嫂为我挣骨 四弟妹和我自小相识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通小医术呢 宁妙威满脸的虚弱 于是一听这话 就知道她要拿桥 急出一抹笑容来 三嫂就别鲜虚了 谁不知道你凭着精湛的医术 救了黄祖母 治好了姑姑啊 这件事她一点都不想承认 只是现在有求于她 媚着良心也要说 宁妙威单手撑着脑袋 四嫂妹运气真不好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 那是我运气好 于是一心里的怒意上涌 却又只能强压着脾气 她挤出一抹笑来 一次是运气 两次那就是本事了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 没法替四嫂妹挣骨啊 我今天被人算起了 一天头都痛得像要炸开一样 难受得不行 哎 头痛得太厉害了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在算计我 四嫂妹 我是去参加你的生辰宴 你知道算计我的人是谁吗 于是一一听到这话 就觉得太阳穴也跟着痛了 宁妙威这个人真能装 四皇子在旁看出门道 不知道三嫂的头 要怎样才不会痛 宁妙威觉得四皇子 比于是一聪明多了 一下就问到了关键处 他伸手按了按眉头 我听说金银财物 最是能治百病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治得了 我此时的头疾了 这试试一下就知道了 他说完从身上摸出一张 一千两的银票 放在宁妙威面前 不知这些可够 实不相瞒 我叫王爷送我一只簪子 都不止这点银子 我认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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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试一下